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任助教 翻译 同时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报道员 1931年2月回到上海 不久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同年下 共产国际决定成立临时中央 他被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其政治局常委 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登记地 1934年1月 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同年1 0月参加长征并出席遵义会议 抗日战争爆发后 1938年5月 兼任延安马列学院院长 抗战胜利后 到东北工作 1946年春 任河江省省委书记 1948年春 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 并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次年较任辽东省省委书记 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外交战线工作 1951年4月出任驻苏联大使 1954年底 回国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1959年被作定为反党集团成员 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 于1976年7月1日逝世 1979年8月 中共中央予以平反昭雪 张门县的夫人是刘英 她原名正解 1905年出生于长沙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长沙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 中共湖南省委妇女部部长 1929年后 在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 国际无限电学校学习 1932年 回国后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 少共中央局宣传部组织部部长 1934年参加长沉 任第三梯队政治部主任 中央队秘书长 到陕北后任共青团中央局宣传部部长 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 1935年秋在陕北与张门天结成革命伴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曾经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驻联合国经设理事会副代表 驻苏联大使馆参赞 外交部党委委员 部长助理兼人事司长 部兼委书记 中央纪委委员 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2002年8月26日 因病在北京逝世 享年97岁 他们生育有独生子张鸿生 张鸿生 1939年出生于新疆迪化 幼时便被送到老江家寄养 三岁时张鸿生就随陈谈秋 毛泽民 林基路等一批人 一起被抓进监狱里 做了四年的小政治犯 十岁才第一次见到父亲 1957年 18岁的张鸿生高中毕业 响应号召到农村去 在父亲张文坚和母亲刘英的支持下 报名去北京郊区青年农场 做新一代的农民 1962年在他就读的北京师范学院 被戴上右倾的帽子 定性为坏学生 被退学送往新疆建设兵团农艺师劳董 种过田 赶过大车 放过牛 父亲去世时儿子都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张文天平反后 张鸿生被安排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 一直干到1997年退休 张文天在老家还要过原配夫人 在他18岁时 在父母的包办下 与当地一个善良勤劳的女子 为月莲成了亲 婚后不久 回到南京继续求学 并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 之后东渡日本 又远赴美国 回国后 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文学创作上 1925年 他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为月莲先后为张文天生下两个女儿 大女儿张文英和二女儿张尹帝 大女儿张文英生活在上海 是寻常百姓 二女儿张尹帝 1953年曾跟外交部当打四月 1955年 中央号召各职署机关精简机构 张文天让女儿带头离开外交部机关 回到上海 在自行车厂做普通职员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